空荡荡的街道 没有车子隆隆引擎声 只有清脆鸟叫声 一群人边唱着歌边慢跑 东非国家卢安达的首都基加利 每个月有这么一天假日 都会是这样的景象 从2016年5月推出无车日活动 民众用双脚或脚踏车 参加官方安排的健身活动 基加利某些区域 不止无车日 平常日也是全时段汽车不得通行 过去基加利也曾向许多大城市 面临交通混乱 塑胶垃圾挂树上 或堵塞排水系统等问题 为了绿化城市 2008年执行严格的禁诉令 国内禁用及禁止生产塑胶带 每个月会有一天 政府要人民放下手边工作 一起大扫除 民众也养成不乱丢垃圾的习惯 经过长时间努力及维持 基加利这个百万人口城市 已经是非洲数一数二的干净都市 卢安达政府目标 把国家打造成非洲的新加坡 用崭新的面貌 挥别1994年大屠杀黑暗历史 还要带动更多非洲国家 拥抱更健康更干净更绿化的生活 大爱新闻陈晓琳编译